年輕人最近都愛聽什麼歌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沒你的天 還有充無的陽光 都沒你遙遠 沒有開玩笑 街坊十個十八歲以下的年輕人 有一半都會唱這首爆紅的抖音神曲 熱愛一百零五度的你 有的還會追喜歡歌手翻唱的歌曲 我主要會去聽周森的歌 一開始我會關注他 是因為他跟毛不易唱的 《梅香如故》 那也是電視劇《如意傳》的片尾曲 你發現了嗎 不少年輕人點名的歌手都來自對岸 不見得透過抖音 從臉書跟YouTube 都能看到演出片段 而且還有很高的點閱率 打簡體字啊 聽大陸歌啊 看大陸的影視劇啊 說大陸的流行詞啊 確實已經成為台灣青年學生的一種時尚 台灣的年輕人 是把它戲稱叫做產體字 中國會用的簡體字 吃飯 那個飯沒有十字膀 吃麵 那個麵沒有麥 我看到這兩次呢 我看一次就唱一次 大嗆對岸思想通戰 只是會看大陸影片 會聽大陸歌曲 真的就會增加年輕人 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嗎 我喜歡抖音不代表我可能會喜歡 大陸那方面的東西 不會對我的想法會有不一樣吧 我覺得這個是兩回事 可是就是很明顯很多台灣的抖音上面 會搬運一些大陸的影片上來 對那這很明顯就是 算是一種就是思想上的傳播 有人認為是阿貢的陰謀 也有人認為音樂無國界 大人們不要想太多 TVBS新聞全由響韋家綺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達事